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继续讲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今天继续讲下去,可能我上次就说过时间估计不足,可能这次还是讲不完,看看几次才能讲完,但我想不要损害了内容的完整性。 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一世是个很重要的人,包括大宪章的最终版本的确定都跟爱德华一世有关,那么爱德华一世实际上遇到了一个当年法国入侵他的一个领地的加斯科涅的问题, 当时为了解决这个,让这个法国人把他的这个领地还给他,跟这个法国人一合的时候呢,就签订了一个和平协议,基本上呢,是在教宗的主导下,要求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同时呢,为了把这个协议贯彻下去呢,采用了和亲的方式。 具体来说呢,就是爱德华一世的儿子,也就是必然会继承他王位的爱德华的一世的儿子,小爱德华,当时才十五岁, 就是要求必须迎娶这个当时美男子菲利普,就是法国国王的女儿,法兰西的伊莎贝拉, 伊莎贝拉,然后呢,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呢,必须迎娶这个法国,这个国王的妹妹,玛格丽特,这个这个婚姻要订婚,这个要订婚,那个时候呢,这个爱德华一世的儿子呢,小爱德华才十五岁, 这件事呢,就发生在1299年,那时候是十五岁的,这个小爱德华就跟这个,法兰西的伊莎贝拉,伊莎贝拉,就是领婚了,到了1307年,爱德华一世呢,就死了, 那实际上是想上战场的时候死了,上逢想过了,那么这个,这个小爱德华呢,也就是爱德华二世呢,继承了英国,继承了就是登基,当了英格兰国王, 在他父亲死后不到半年呢,也就是在1308年1月25号,这个法国的伊莎贝拉和这个爱德华二世呢,就在法国的就是布洛尼结婚了, 这个伊莎贝拉就成了英国兰王后了,之后呢,伊莎贝拉呢,为这个爱德华三世呢,生了四个孩子, 特别是生下了长子爱德华三世,请注意这个名字,爱德华三世,这个人对英国的历史有极大的作用,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先得说爱德华二世,爱德华二世是一个著名的同性恋者, 他在这个最初的时候,他去攻打苏格兰,那个时候他父亲爱德华一世,把这个局面部队的这个将领都搞得很好, 但是爱德华二世呢,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当我不是对同性恋者有什么意见啊, 但是他是一个复苏型的这种同性恋者,他对自己的同性恋人就是毫无原则的纵容, 如果说是一个普通人,他爱自己的同性恋人,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可是这个人,他偏偏是英国国王,当时是王太子,他有足够的权势,可以使自己的同性恋人获得更多的东西, 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在打仗的时候就是,他爱上了谁,就把所有的功劳全给他,让将领就不服, 所以当时他带的部队经常打输,那么当他真的当上英国国王之后, 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他对自己的同性恋人是毫不留情的奉献, 就是恨不得把整个国家都给他,所以实际上当他当上国王才没多久, 从1037年,很快就造成了国家就有点动荡, 有点动荡,也就是1309年的时候,就是以爱德华一世的侄子, 就是他的一个堂兄,就开始结成了贵族的反国王同盟, 同盟很厉害啊,这个同盟很厉害,他这个同盟呢,就迫使这个在第二年, 191310年,迫使爱德华呢,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呢,就整整的弄出了一套措施, 限制国王权力啊,这个,而且这个套措施呢, 让国会通过了啊,所以实际上在,在这个, 就是对这个英国的贵族来说, 认为有了这么一套保证体制, 应该爱德华二世不会胡作为卑微了啊, 但实质上呢,情况并不是想象那么好, 但是呢,有效的使得这个, 这个爱德华二世的一些举动呢, 受到了一定的监控, 所以呢,大家也慢慢的放松了警惕啊, 然后到了1323年呢, 这个爱德华也承认罗伯特一世为独立的苏格兰王国的国王, 啊,所以整个国家呢,相对还是比较太平的, 但是,这个爱德华二世对于同性恋人的这种, 无限度的支持啊, 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他的一些宠臣, 比如说,德这个, 嗯, 后来呢,这个爱德华二世呢, 就宠爱了德斯坡斯父子, 这个斯坡斯父子呢, 就变成了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 只要是和斯坡斯父子啊, 有争执, 就立刻会被驱逐啊, 所以当时的情况是, 任何的贵族, 任何大臣都敢跟这个德斯坡斯, 这个他的宠臣啊, 他的同性恋人啊, 有任何的争执, 而这个英国贵族就喜欢争执, 这样一来, 大批的贵族被流放啊, 被流放, 被赶出去了, 赶出去之后, 他们的领地就慢慢的都归了这个德斯坡斯父子啊, 这样或者是支持他们的人, 这样一来就受到了大批的贵族, 就开始觉得非常要命, 而这个斯坡斯父子呢, 又比较有手腕, 让这些贵族呢, 就是分批的走, 不是一次性的, 所以他们联合不起来, 把他们赶出去了, 最要命的呢, 是这个斯坡斯父子呢, 就已经开始对这个王后, 就是法国的伊萨贝拉, 特别的不感冒, 特别是对他的这个侍从, 就是这个法国侍从, 因为他是从法国的公主嘛, 法国侍从, 经常是就故意挑衅, 抢他们的封地, 抢他们的这个权力, 甚至于到了什么程度呢, 甚至于说这个斯坡斯父子呢, 就当面对伊萨贝拉不恭敬, 对王后不恭敬, 这个伊萨贝拉呢, 就憋了一肚子的火, 那怎么办呢, 他就借着说跟那个, 跟他丈夫说, 我要去法国, 为自己的这个爱德华, 就是他的儿子爱德华, 就是联姻做准备, 找一个合适的公主, 所以我要去看一看, 这样他就去了, 去了就是法国的伊萨贝拉公主, 就也就是英国王后, 回到了法国, 这件事是诱发了, 百年战争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呢, 伊萨贝拉回到法国之后, 干了两件大事, 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第一件, 伊萨贝拉他回去以后, 抓奸, 抓谁的奸, 他哥哥和他嫂子的奸, 他把这嫂子们的全都抓住了, 情妇全抓住了, 特别是作为王后的, 他的亲哥哥, 法国国王的老婆, 王后不仅抓住他的, 抓奸了, 而且还让这个王后和这个王后的情妇承认了, 生的孩子都是那个情妇的, 不是他哥哥的, 这样这个王后就, 生的孩子就丧失了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 因此他哥哥后来是没有孩子可以继承王位的, 另一个大事是什么呢, 是他把这些当时被爱德华二世流放的英国贵族笼络在一起, 特别是他认识了一个比较, 就是在这个人, 这些人里面比较出色的这个莫迪莫, 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情妇, 情妇, 情妇, 这样就联合一切的人准备回去攻击英国, 当然他的那个被废除的嫂子, 被这个就是他的势力也很强大呀, 你看又你看我这小姑子太坏了, 他自己也有情妇, 然后呢却把我这事给揭露了, 这马上就有人就偷偷告诉爱德华二世, 说你老婆在那个法国已经勾引了这个你放逐的一些贵族, 他们跟你闹事呢, 所以爱德华二世马上就写信, 让那个伊萨贝勒回国, 这伊萨贝勒就借这个机会啊, 实际上取到于就是他的这些亲信的地方, 把这些遭到打击的废除的贵族们联合起来, 其实人也不多, 一千来人就民心所向啊, 这些人就带着这一千多人和当时国内很多, 就英国国内很多的反对二德华二世的人, 而且当时大家对伊萨贝勒是比较同情的, 因为当时按照宗教的理念, 一个这个一个同性恋者是不太让人喜欢的, 就假如英国国王是有情妇, 他们都觉得没关系, 可是他是一个当时呢, 就是反对这个德斯本斯尔父子的人就一起冲到了这个王宫里, 把这个斯本斯尔先生父子找起来了, 并且把爱德华二世囚禁了, 这个德斯本斯尔父子就被绞死了, 而且是开膛破肚, 就是让他们灵魂不得往生, 然后呢, 国会呢, 就要求废除这个爱德华二世, 爱德华二世呢, 当时不想退位, 但是人家就一威胁他, 说你要是不退位呢, 那就不让你儿子继位, 让这个莫蒂莫, 就是这个伊萨贝勒的情妇, 情妇, 就是当英国国王, 这样一来呢, 这个爱德华二世呢, 一想, 好吧, 那我退位吧, 这样呢, 爱德华二世就退位, 然后就放逐到这个南威尔市, 在这个巴克里城堡里面, 据说遇到了残酷的折磨, 为了不让他身上有伤, 但是呢, 又要把他杀死, 因为他没杀死之前呢, 有些支持国王的力量呢, 还准备就暴动, 然后掀翻这个, 这个伊萨贝勒和这个伊萨贝勒的这个情妇的这个统治, 因为当时呢, 虽然是爱德华二世的孩子继位了, 就爱德华三世, 当时14岁的小孩继位了, 但是整个国家的这个大权, 全都掌握在这个伊萨贝勒和这个他的情夫手里, 所以呢, 据说是这个伊萨贝勒呢, 想起当年受到斯坦瑟父子的这个欺负, 还有他丈夫的欺负, 就非常的气愤, 就拿这个烧红了的烤肉的这个叉子, 烤肉的这个尖子, 就插入到这个爱德华二世的肛门之中, 就这样的杀死了爱德华, 所以表面上他没有任何伤, 但实际上伤是很严重的, 另一种传说呢, 说不是以拿这个烤肉叉子弄的, 而是拿这个烧红了的这个, 就烧成水的这个签, 从他肛门里灌进去, 就是使得用这个办法杀死了爱德华二世, 因此呢, 就是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呢, 这个英国的这个从贵族到百姓都开始, 对这个伊萨贝勒有就反感了, 觉得这人怎么这样, 毕竟是我们的国王, 怎么能这么干呢, 就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法兰西女王, 法兰西姆郎。 另一方面呢, 由于这个伊萨贝勒和他的情夫呢, 他们掌握了这个英国的实权, 而这个情夫呢, 他在这个当年, 因为被这个爱德华二世放逐之后, 他自己呢, 就是也受到了一定的财产啊, 经济上的损失,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有了权力呢, 就有点作威作福的意思, 就开始对自己好的人拼命的封赏, 对自己不是以前有过节的人, 就开始拼命的搭击, 说一不二, 信奉武力, 这样呢, 就造成了在当时的英国之中, 好多的贵族, 又开始对这个伊萨贝勒的这个情夫, 非常不满, 这个时候, 14岁的爱德华三世, 慢慢的成长起来, 到了他17岁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该怎么办, 虽然他只是个17岁的孩子, 但是他做好了一切准备, 而且他跟国会的这些人, 有了更好的关系, 因为大多数人认为他是希望, 因为伊萨贝勒也好, 还是这个伊萨贝勒的情夫也好, 这些人都是没有资格当英国国王的, 所以当时, 就是指望着英国能够有更好的前途的人, 把希望都放在了爱德华三世身上, 而爱德华三世真的是不负众望, 他跟国会保持了, 一直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所以到他三年之后, 三年之后, 1330年, 爱德华三世17岁的那一年, 他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首先做好了跟国会的所有关系, 其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就逮捕并且处死了这个母亲的亲夫, 莫吉姆, 并且把他所有的财产全部查抄, 而且查抄的财产并不是归自己所有, 他分给了那些当时受这个, 这个Isabella这个情夫的影响, 而造成了财产损失的贵族, 这一下子就大大的获取了民心, 那他母亲怎么办呢, 他把他的母亲给囚禁起来了, 因为当时他的母亲已经怀孕了, 已经怀孕了, 他把这个他的母亲, 当时他才刚刚40岁给囚禁了, 并且把这个孩子给打掉了, 而且呢, 就是对他母亲说, 你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所以但是呢, 没有多久啊, 就是囚禁了两年之后, 他就把他母亲释放了, 而且呢, 给他很多他母亲一笔很大的钱, 说你呢, 想旅游也可以, 但只能在英格兰境内, 你不许去法国, 你不许去任何地方, 但是呢, 我让你生活无忧, 但你不能再去找情夫了, 基本上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在后面的几年之内, 就从17岁开始, 爱德华三世就逐渐的掌握了英国的政权, 而且他的一个方式是尽可能的跟国会多沟通, 因为国会就是里面的贵族, 就是支持他, 一直支持他的人, 支持他推翻了这个, 就是当时他母亲的这个情夫, 以及其他人的这种, 就是这么乱七八糟的关系, 最后是一个孩子, 非同意了, 那么在后面的几年之内, 就从17岁开始, 爱德华三世就逐渐的掌握了英国的政权, 而且他的一个方式是尽可能的跟国会多沟通, 因为国会就是里面的贵族, 就是支持他, 一直支持他的人, 支持他推翻了这个, 就是当时他母亲的这个情夫, 以及其他人的这种, 就是这么乱七八糟的关系, 最后是一个孩子, 非同意了, 这样就是比较平稳的治理了几年之后, 因为当时的这个在他父亲阶段, 已经把这个苏格兰问题呢, 就是解决了, 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个威尔士呢, 早已经统一了, 也没问题了, 法国那边呢, 该弄的利益也就这样了, 所以实际上当时在这一段时间内, 爱德华三世学习怎么处理政务, 并且这个跟国会搞有关系, 这件事上做的还是不错的, 那么另一件事就爆发了, 我刚才讲过这个伊萨贝勒, 她去了这个法国之后, 把她的嫂子跟别人私通的事情都给揭露出来了, 并且明确的揭露, 她嫂子是这孩子不是她哥哥的, 这样造成了呢, 伊萨贝勒的哥哥就是法国国王查理四世, 死了之后没有继承人, 没有继承人, 因为嫂子被废除了, 婚姻废除了, 所有的孩子都不是她生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伊萨贝勒的哥哥一死, 爱德华三世一算, 最近的关系, 最应该获得王位的, 法国王位的, 当时爱德华三世, 所以爱德华三世马上就要求, 我应该获得法国王位, 我应该既当法国王, 也当英国国王, 这个王位应该是我的, 按照这个英国当时的继承法, 这是很有道理的事情, 因为伊萨贝勒是这个查理四世的亲生妹妹, 当时呢, 法国就不干了, 这我英国国王当法国国王不行啊, 所以呢, 法国方面呢, 就说我们这个继承是在按照这个萨利克法典, 这个继承是男性继承制, 女性继承人没有继承, 但实际上这个说法呢, 是不对的, 为什么是这么这样呢, 我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萨利克法典, 这个萨利克法典呢, 实际上是发源于法兰克人, 萨利克部落里面, 就是通行的一种习惯法, 它是日尔曼习惯法的一部分, 可能有很多老师说过这个日尔曼习惯法, 这个萨利克法典呢, 实际上是日本日尔曼习惯法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它这个法呢, 实际上是在公元六世纪初期的时候, 就被这个法典克国王汇编成法律, 基本上是查理曼帝国的法律基础, 而这个法典呢, 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法典呢, 主要是一个刑法典, 程序法典, 也有一些民法的部分, 他呢, 就要求了很多, 就是什么情况下, 应该赔偿多少钱, 比如人身伤害, 财产损害, 你偷盗, 应该赔多少钱, 而且呢, 受害者的赔偿金里面三分之一, 交给王氏, 特别有一条呢, 就是说女性后裔, 不得继承土地, 你可以继承钱, 但你不能继承土地, 不然土地就分割了, 所以为了让这个土地不遗失, 不流失呢, 所以呢, 他就规定女性后裔, 不得继承土地, 但是六世, 公元六世纪初期定下来的这个法典呢, 到了六世纪下半夜, 法兰克这个国王, 他就曾经颁布过修改萨利克法典的这个法令, 就说死者如果没有子嗣的话, 土地可以由其女儿继承, 因此实际上在当时法国, 其实很多地方的公爵, 比如阿基坦, 我们讲过, 还有很多地方就是女工学员, 就是没儿子的话, 女儿就是可以继承的,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 英国的国王死了, 他的妹妹的孩子是有资格继承的, 你虽然说搬出这个萨利克法典来, 但是按规定来说也没有问题, 但是法国就根据说, 我们就信萨利克法典, 女性都不管, 都不管, 这不行, 不只是女性后裔的继承权, 所以当时, 这个萨利四世的这个藏兄, 菲利六世, 就赶紧假面, 就是说我是法国国王, 我是法国国王, 那么这个, 这个事本来就让这个爱德华三世非常不爽, 为什么那么不爽呢, 因为实际上当时这个这个爱德华三世的妈妈, 伊萨贝勒去的去法国之后, 他可不仅揭露了他当国王嫂子的问题, 他还揭露他另外两个嫂子, 也通奸的事实, 只不过没抓住这些孩子是, 是是情妇的孩子, 还是还是这个他哥哥们的孩子, 所以造成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菲利六世到底有没有继承权呢, 实际上在爱德华认为就是没有, 比他的继承权要晚, 他首先他也认为这个所谓的萨利克法典这件事, 已经被这个后来已经被废除了, 最近被修改了, 你们在法国很多地方, 比如安如, 比如说阿基坦都已经是这样子的规定的, 你凭什么这时候非得说自己没有呢, 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个当时呢, 这个法国北部有一个小城, 叫弗兰德尔, 这个这个城呢特别富裕, 特别富裕, 为什么特别富裕呢, 因为它纺织业非常发达, 大家知道我以前讲过这个文艺复兴, 佛罗伦萨的这个纺织业, 毛绒就很发达, 然后法国的这个北部这个小城呢, 毛绒业也非常发达, 基本上就可以跟这个, 佛罗伦萨有点相媲美的, 这么好的一个毛绒业, 那么它就要不停的进口, 因为当时羊毛最好的呢, 就是英国羊毛, 而羊毛出口呢, 是英国王室最重要的财政来源, 而弗兰德尔呢, 就是这个英国羊毛的主要的销售地, 主要的销售地之一, 还有一大部分是, 就卖到那个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呢, 它是经过这个羊毛的金加工, 模仿业的金加工, 然后再把这个这个好的泥子, 卖到全欧洲, 那么这个菲利六世, 当了法国国王之后呢, 就非常的反感这个英国, 因为当时明显的爱德华三世要求王位啊, 他一直觉得这个从这个继承权来说, 估计也不太稳当, 所以呢, 他当时就就说你这个就对这个在这个弗兰德尔的英国商人呢, 就非常的不客气, 动不动就把他们钱啊, 征税啊, 征高税, 这本来爱德华三世就已经很生气了啊, 你秃了我的这个王位啊, 然后你现在就又对我这英国商人这么狠, 他就干脆禁止羊毛出口到法国, 这么一来, 弗兰德尔的纺织业立刻停顿, 没原料了, 没法干了, 啊, 这个法国菲利六世很生气, 一生气怎么办呢, 就把爱德华三世所有在法国的领地, 包括我们刚才说, 为了娶伊萨贝勒所获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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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啊, 这个加斯科涅全部没收了, 你不是英国国王吗, 法国的地方全是我的啊, 我没收你的地方, 在这个时候呢, 弗兰德尔就为了得到英国的羊毛, 挽救自己纺织业危机, 公开宣布支持英国, 并且明确的认为, 就是因为当然弗兰德尔本身就对这个, 撒尼克法典这个要求就就和他就法国王室解释不一样, 他们公然就说, 说我们真正的国王就应该是爱德华三世, 不是现在的费勒二六世, 这一下可就要了命了, 自己的国家里面的一部分城, 公开宣称支持英国, 这一下造成了英法之间不得不打的一个局面, 因此在1337年, 也就是第二年, 这个爱德华三世就开始明智的自称, 不仅是英格兰国王, 而且是法兰西国王, 从而开始, 大概有四百多年, 英国国王, 每个英国君主都自称是法兰西国王, 而且他联合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路易四世, 拼凑出一支反法力量, 反法同盟可不是只在拿破仑时期有, 当时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认为这个所谓的日尔万习冠法里面的撒利克法典, 不是像法国王是那样解释的, 所以在1337年, 英法百年战争就爆发了, 第一次大的仗就是斯鲁伊斯海战, 在1340年, 英格兰大获全胜, 获得了多份海峡的控制权, 然后呢, 英格兰国王这个埃德华三世, 又希望通过这个法兰西入侵法国, 但是因为财政困难, 就没办法, 没办法做下去, 因为打海战是很花钱很花钱的, 然后呢, 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呢, 说算了, 咱们别打了, 这个还是谈吧, 那么在1338年, 就是在百年战争开始的时候, 1338年和1339年, 为了跟法国作战, 为了跟法国作战, 这个埃德华三世呢, 就用自己的信用为抵押, 注意啊, 他以自己的信用为抵押, 像佛罗伦萨最大的两个银行, 巴尔迪银行啊, 这是这个已经成立了好多年的银行, 和这个佩鲁奇银行, 这是当时佛罗伦萨最大的, 也就是最实力穷厚的银行, 而且这些银行一想, 是英格兰国王向我贷款, 没问题, 玩明白, 带了一大笔钱, 带了一大笔钱, 而且利率是多少, 50%, 很高利率, 借了一段堆的钱, 这样实际上这个英国的大胜是因为有钱, 有钱就有装备, 买各种各样的装备, 各种各样的去打, 这样英国大胜, 但是打来打去, 钱打没了, 那没了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爱德华三世做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一件什么事情啊, 一般情况下, 国王借钱打仗, 银行到银行去借钱打仗, 会怎么样呢, 我们讲过, 当Richard, 世新王, 这个Richard, 当时被扣押, 要收高额赎金, 怎么办呢, 有水, 一般情况下, 向国内收税, 这全世界, 所有国王都是, 都是这个办法, 收税, 你欠钱嘛, 你这是国家的钱, 我跟法国做战事国家行为, 我欠, 就向老百姓收税, 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 爱德华三世没有这样做, 他说, 我是以个人信用, 来向这个, 两家银行贷款的, 我这个国家里面, 要收税的话, 那国会得批准, 现在国会不批准, 我也不想让国会批准, 那怎么办呢, 我个人破产, 我个人财务破绽, 所以我钱不还了, 所以在1344年的时候, 爱德华三世宣布, 我个人破产, 这个钱是老百姓的税, 那不能用来还我个人的钱, 我个人宣布信用破产, 那钱我不还了, 大家知道, 佛罗伦萨的这些银行, 都是有教会背景的, 因为本来就是, 这个银行产生, 就是为了这个教会收11税, 当然也是, 也不光是为了这点钱, 这点钱还折腾, 还要买羊毛, 弄纺织业等等就做起来了, 这我在讲文艺复兴的时候已经讲过, 你这两个银行家是万万想不到, 英国国王会这么耍了黑的, 我心想这, 英国人不是说话得讲信用吗, 不是企业精神吗, 你怎么就这么干呢, 你英国国王你怎么能破产呢, 你是国王, 你收税不是很容易的吗, 你今年没睡, 你明年还可以收税, 你可以慢慢还哦, 他说我不干, 我就是不还钱了, 因为我个人破产了, 所以我不还钱了, 这么一来, 这两家, 弗洛伦萨最有财力雄厚的银行, 只好宣布破产, 这个两个公司破产, 那么倒闭了, 弗洛伦萨的两大银行倒闭了, 正是因为这两家大银行的倒闭, 美帝奇家族开始崛起, 美帝奇家族因为他们的这个事业, 他们的这个接受希腊文明的这个能力比较强, 所以文艺复兴跟美帝奇家族非常有关系, 请大家听我讲那个文艺复兴的内容, 可以这么说, 没有文艺, 没有美帝奇家族呢, 也不一定没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但是如果没有美帝奇家族的话,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肯定不是像今天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听一听我讲的这个文艺复兴那部分, 当然这样做这样做爱德华这样做对他本国也就英国人民来说是很好的, 因为一大笔钱不用不用还了不用收税了啊, 战争的这个这个钱没有没有没有收税, 但是战争的结果是大家享受了, 但是对于这个教宗来说非常生气, 因为这两个银行的背后都是教宗的支持, 所以教宗对于爱德华三世的这个行为是反感的, 爱德华三世宣布破产, 佛罗伦萨银行倒闭, 是不是英法百年战争的结束了呢, 当然没有, 爱德华仍然在拼命的筹钱, 要继继续打仗, 在1346年, 欧洲第一次使用了火器, 也就是英国和法国百年战争中的三次大劫之一, 一个最重要的战役叫克雷西之战, 这一次战争之中, 火炮, 枪炮第一次在整个欧洲战场上轰鸣, 大家要知道, 英国是跨海作战, 英国是跨海作战, 一共只有七千人, 而法国人是在本土作战, 而且人数是三万到四万名, 在那个时候, 刚刚有枪炮的时候, 枪炮的作用还没有那么明显的时候, 一共这么点人, 七千人对付好几万的法国士兵, 在这种情况下, 爱德华三世利用自己的各种优势, 配合地形, 打了一场非常厉害的战斗, 在这次战斗之中, 有两个人特别厉害, 第一个厉害是谁呢? 是这个爱德华三世的长子, 也就是黑太子, 被叫做黑太子爱德华的人, 也叫爱德华黑太子, 另外一个是这个爱德华三世的军事天才, 显得特别明显, 特别是有关这种火器的使用, 显得特别厉害, 到了第二年, 爱德华三世就把法国重镇加莱夺到了手, 并准备直接打到巴黎去当法国国王, 在此他甚至拒绝了竞选神正罗马帝国的皇帝的这样的一个邀请, 因为神正罗马帝国是选出来的, 是选帝侯选出来的, 不是就是凭着血缘的关系做的, 他当然也有血缘关系, 但是他是选帝侯选出来的, 神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选出来的, 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场七千人对几万人, 就夺了加莱的这场战役之外, 在1356年的时候, 这个黑太子, 就是爱德华三世的长子, 还这个指挥了这个布阿切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呢, 他就是从这个阿基坦从北袭击法国, 对这个法国农村呢, 实行了三光政策, 焦土政策, 他就在法国部队中打得很厉害, 打得很厉害, 就是烧杀强掠啊, 然后当时的这个法国国王约翰二世呢, 就简直就这怎么行啊, 赶紧就去追啊, 去弄啊, 结果追上了, 被黑太子给抓住了, 法国国王被扶, 我想说什么呢, 我一点都不想讲英法百年战争, 如果要讲讲的话, 我会单独用一个很长时间去讲英法百年战争, 因为太多了, 但是我想刚刚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经常有人说, 这个科技是第一决定力, 这个有人说制度是第一决定力, 有人说这个宗教是第一决定力, 有人说这个是第一决定力, 有人说那个是第一决定力,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我也不敢反驳, 是从我, 从第一天开始讲这个, 这个英国历史, 从诺曼征服开始讲起到现在为止, 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就在大宪征从来没有实现之前, 约翰签订大宪征之前, 所有的都是法国胜, 从诺曼征服也好, 安如公爵也好, 所有的都是法国胜, 动不动法国把什么地方给炸了, 法国动不动把所有法国, 英国国王在法国的领地就给炸了, 但是在英法百年战争中, 三次大劫, 特别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克雷西战役, 还有这个巴切战役, 这两次大战之中, 到了什么程度, 这个以少胜多, 抓获了法国国王, 到了这个程度, 这和大宪征有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 我请大家自己去分析, 去想, 就在那个时候, 为什么可以做到, 是因为科技更厉害了, 还是战法更厉害了, 还是什么更厉害了, 是什么东西使得, 英国人用这么少的人, 去战胜了很厉害的法国, 有人说法国人太能不能打仗了, 你去看一看, 法国人怎么灭意大利的那帮士兵的, 就是意大利当时好多小公国, 这些被英国人打得一塌糊涂的这些老弱病惨们, 去打意大利人, 就把他们灭得稀里糊涂的, 前几天有人问我, 说这个法国的这个大革命, 如果要是这个当时的情况是换一个国王, 不是路易十六, 是一个路易十四这样的人, 是不是整个法国大革命就没有了, 有人就问这个问题, 我说如果是当时的情况的话, 我想任何一个人都没吸, 任何人可能都没吸, 也有可能能再在偶然残喘一段时间, 当时的法国, 和在爱德华三世, 对法国的可以说是占领这种状态下, 到底输在哪里了, 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那我们继续讲英国历史啊, 1356年的时候, 因为这黑太子呢, 把这个法兰西国王约翰二世给抓住了, 这个爱德华三世呢, 就写了一个伦敦条约, 逼迫这约翰二世接受, 但是这条文呢太苛刻了, 一看就是准备把这法国当成他的一小楚国了, 所以法兰西贵族就说, 宁肯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流尽, 也不能承认这个伦敦条约, 因此到了1359年呢, 爱德华三世就再次入侵法国, 一直推进到了巴黎, 在巴黎呢, 他就跟当时的法兰西, 法兰西的摄政王, 就太子查理, 就后来的国王查理武士, 签署了一个布勒丁尼条约, 这个条约里面呢, 就说我放弃这个法兰西王位, 但是呢, 法国的这些大部分的土地, 很多一大片人的法国的北方土地全归我, 这样呢, 就这条约就签订了, 但是这个查理武士继位之后呢, 就说你要是同意这样, 我得要那么多的国土呢, 我就法兰西王位我也不要了, 这些土地都归我, 那我完了法兰西王位, 你还可以当, 就是查理武士, 查理这个太子, 你当国王没关系, 我不要这个法兰西王位了, 但是你把这么多领土给我, 结果查理武士登基之后呢, 说这个加勒条约不行, 加勒条约太过分了, 等于我一半土地没了, 结果爱德华就又开始说, 我还是法兰西国王, 我还是法兰西国王, 那个查理武士不对, 不是, 他不承认这个布勒丁尼条约, 那照样还得是我是法国国王, 那都是篡位, 但是这一次, 这一次查理武士呢, 就不是一个过去的法国国王了, 他开始利用了大量的改革, 他开始引入了大量的改革, 然后大量的优秀的将领就开始出现了, 爱德华三世的这个法兰西国王之梦啊, 就能打到巴黎这种状态就没有了, 就他优势已经越来越低了, 但是实际上在打这些仗的时候呢, 爱德华三世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1348年的时候, 英国遭受了黑死病的袭击, 爱德华三世本人的儿子, 三个都死于黑死病, 为了让人们能够继续的把这个英国建设的还行, 因为他这边还要打仗, 跟这个法国还要打仗, 所以呢, 他就要求人们必须强迫劳动, 强迫劳动, 那么同时他开始, 因为当年跟这个佛罗伦萨这两亚银行, 实际上背后都是教宗, 关系不太好, 再加上这些年他打这个美国法国的时候, 教宗对他也不是那么支持, 他就开始在议会里面主持一件事, 就是在1353年的时候, 爱德华主持的, 然后通过各种工作, 使得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 禁止民众向教会法庭上诉, 以及向教宗交纳11岁, 当然当时情况是有原因的, 因为黑死病闹得太凶了, 整个这个国家死了那么多人, 交不起税, 真是交不起税, 然后呢, 也确实是受不了教会的压迫, 所以再加上这个已经得罪教宗, 干脆把他得罪完了算, 在黑死病蔓延的时候, 在黑死病蔓延的时候, 为了让这个国家有一个更好的精神, 这个在1348年, 爱德华三世创立了一个叫加德骑士团的这么一个组织, 有一个最高荣誉, 就是加德荣誉勋章, 这个原因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是当时他请一个伯爵夫人跳舞, 结果伯爵夫人呢, 把这个叼袜袋的袜袋给掉了, 然后大家都在想, 你看, 太丢了这个诗理了, 这一笑呢, 这个爱德华就非常的气愤, 这些骑士和贵妇们的反应, 他说, 你们这些人啊, 这个太恶心了, 就是, 罵了一帮死, 什么意思, 你们心怀贤面, 你们这些人才是被让人羞愧的, 谁能为你啊, 他说人家这个叼袋袋掉了, 你应该把它捡起来, 你要有绅士风度, 你要有骑士风度, 你怎么能去嘲笑人家呢, 所以他就认为, 这就是最痛恨的, 你们心怀贤面的人, 你们是被羞耻的, 并不是那个掉袜袋的人是值得羞愧的, 所以呢, 他就说我, 他把自己把那个袜袋捡起来, 戴在自己的腿上, 然后就说, 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加德骑士团, 这个团里只有25个成员, 这个加德实际上就是女子掉袜袋的一个意思, 说这个寻章, 就是佩戴就给这个英国国王, 和那些最有这个同情心和道德心的人, 就是那些心中永远都没有邪念的人, 才可以获得这么一个寻章, 直到现在啊, 英国国王还是把这个国王里面, 还是一共最多只能有25名, 这个能佩戴这个加德荣誉寻章的这么一个人, 这个寻章就是最高的寻章, 认为你道德水平最好, 就是没有任何一点邪念啊, 就这种人才可以获得这个这个寻章, 这个寻章, 英国国王有一票啊, 其他的人都是得仔细的选啊, 不是你靠家世, 不是靠学员, 得是你真正的啊, 就是没有邪念, 就是你你你能够去帮助别人啊, 所以这个这个加德西尔寻章挺神的啊, 这是爱德华三世的一个处理方式, 他并不他跟教宗关系一直都不好啊, 跟教徒一直关系不好, 甚至于爱德华三世跟这个教皇发生冲突的时候, 国会啊, 当时的国会是向着国王而不向着这个教宗的, 所以当时爱德华三世曾经做过拒绝教宗教皇的这种举动, 啊, 这在这个英国国王历史上是几乎没有的, 在之前是绝对没有的, 因为当时教皇如果要开除出教籍的话, 你可能王位的不报, 但是由于爱德华三世一直跟国会保持非常好的关系, 林肯自己个人信用破产, 他也不肯去向人民加税, 就这些事情使得林国贵族特别支持他, 所以他不效忠教皇也就认了, 当这个在1359年, 就是1360年的时候, 从1359年到1360年, 他跟这个法国的事情就基本上签了一个条约之后, 出于暂时的休战期的这种状态下, 后面他就让他儿子黑太子爱德华在一起打仗, 其他的基本上就一个相对平和的时候, 之后呢, 就是他又重新用了法兰西国王的称号, 但是他打仗已经没有像原来那么那么狠的时候, 这个时候相对国家比较平稳的时候, 在1369年, 爱德华三世任命了一个自己的侍从神父, 请注意这个人是改变了英国历史的一个人, 叫约翰·贝克里夫, 这个人我们国内的人大多数不熟悉, 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欧洲宗教改革的话, 这个人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 他是1369年担任了英国的侍从神父, 1374年他就受爱德华三世的委托, 与教皇的代表就英国教会的神职任免权开始谈判, 结果谈判破裂了, 因为当时的爱德华三世, 他认为英国教会的任免权应该属于自己, 因为亨利二世那时候签的协议里就这种内容, 教皇认为神职人员当然是我派, 在这上面毫无办法达成协议, 因此呢, 这个约翰·贝克里夫, 他就开始抨击这个教会, 他就认为你教皇权力太高了, 而且他认为那些圣职人员, 教会基本上都在, 就是欧洲当时的这个教宗, 都是在跟执政的这个掌权者关系太亲密, 正教不分啊, 而且实际上呢, 他当这个神职人员的人呢, 往往都是这个各大家族的次子, 因为长子继承志嘛, 次子啊, 这教会的这个腐化程度难以想象啊, 他认为你教皇所说的这些东西, 根本跟教徒圣经上说的不一样, 你应该回到圣经, 以圣经为信仰的这个生活准则啊, 而且他认为圣经是拉丁文的圣经, 人们也不懂, 你应该把圣经给他翻译过来, 所以呢, 他在1380年到382年期间呢, 就组织一帮人啊, 把这个圣经翻译成了英文, 还呢, 把这个教义呢, 重新给他用英文来来体现了一遍啊, 就多少年怎么怎么回事, 这些年大家的这个想法, 包括一些神学院的那种观点, 用英文重新写了一遍, 然后就带到英国各地方, 然后说你看教皇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神圣之人员什么大主教,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啊, 就开始对这个教皇开始抨击, 抨击的很严重, 那么教皇一看, 这人异端的这人, 这人一吃到晚的, 这是胡说啊这个, 教皇就对这个约翰·威利克夫, 非常的气愤, 非常气愤, 但是因为艾特巴三世本人, 跟这教皇之间是有冲突的, 所以英王本人, 实际上是暗中挺这个威克利斯的, 所以实际上本来他就是, 就是这样呢, 很多的王公贵族呢, 都挺这个威克利斯, 所以呢, 前门跑了, 那边, 甚至这个教皇派人来抓了, 后门赶紧放他跑, 基本上这么一回事, 然后呢, 这个, 所以每次都没抓着, 每次都没抓着这个威利克夫, 所以威利克夫就更加仇视这个教皇, 他就开始, 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护卫国王, 他写了本书叫教皇分裂, 说教皇就是一个坏人, 他写了一些就是圣经的真理与真意, 把这个就是, 就说了很多, 就是圣经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教宗就是一塌糊涂, 胡说八道, 就是这个上帝旨意根本不是怎么回事, 当时的情况是没人敢说自己是无神论者, 因为你无神论者, 肯定早就被干掉了, 他就说自己才是真正的圣经的理解者, 教宗那说的都是胡说八道, 威克利夫他因为受这个埃德华三世的批护, 他干脆就认为啊, 他说各国教会应该隶属于本国的国君, 教宗是无权向国王征收赴税的, 也无权向这个国王要求这个所有臣民交十一税, 教会的礼仪都应该简洁, 不要再弄这么复杂, 别人什么钱都往你那交, 不行, 他要求建立一个摆脱教宗控制的民族教会, 他认为教室你犯的罪也应该被查处, 所以呢, 教皇就多次发谴责令, 绝杀令, 就是各种各样的令, 开除出教籍, 然后通缉, 然后各种各样的要求, 当时呢, 他还在牛津大学讲学, 伦敦市民各种各样的讲, 然后当时呢, 这个教宗就派人抓, 然后英国这个爱德华三世就各种各样的偷偷的保护, 所以实质上在那段时间内, 这个Vickleaf呢, 就写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他认为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 这个信徒应该服从基督, 而不是服从教会啊, 他对这个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啊, 就开始要求这个一切权利回归国王啊, 由这个英国国王自己作为教宗的负责人啊, 就是就是这个这个教会应该属于英国国王啊, 就是不要再听那个教宗的, 什么教宗的都不扯淡啊, 就这个这个意思, 教宗当然很生气了, 所以他对他一直就是绝杀令啊, 绝杀令, 除了开除教育就绝杀啊, 就是他这人就该杀啊, 就弄死了, 所以呢, 最后到他死了之后呢, 实际上就是教会还在对他深罢啊, 就是说这个神圣会议表明立场啊, 这个Vickleaf是声名良极的一尊啊, 致死了, 就完完梗不化啊, 驱逐周照教会他的所有的想法都是有罪的, 所以应该把他的骸骨挖出去, 丢在这个教会墓檐之外啊, 所有的这个这个就是他就不应该存在啊, 所以呢, 就是这个命令下了之后啊, 过了很多年之后, 一个主教真的就把他的这个骸骨给挖出来焚烧, 并且把骨灰给扔了扔到水里边去, 但是著名的教派啊, 罗拉德教派由这位Vickleaf创立, 而这个所谓的罗拉德派啊, 就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先行者啊, 他当时被认为异端, 但是实际上这就是后来的新教, 后来的新教, 就是英格兰宗教改革的新教流派啊, 我们下一次再接着讲这个拉罗德派, 罗拉德派的整个的情况, 以及这个英国的宗教改革, 和后面对这个光荣革命的影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